慕國神山台積電 這個禮拜六熊本場即將開幕了 現在出席嘉賓也陸續曝光 除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宙謀 跟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之外 傳出日本皇室的家子公主 她也會到場喔 印證台積電到日本設廠 不只是科技產業大事 也是日本的國家大事 因為家子公主 莫名是皇室當中 人氣第一名的成員 而昨天晚間 桃園機場迎來了全球 只有五架的空中大白金 其中一架來到台灣了 好多的航空迷都去了 外傳啊 這個飛機是要來載台積電的器材 好戲在周末 威姐 短線台積電拉回 真的不用怕嗎 我覺得真的是不用怕 而且等會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大家關心的台積電股價 不過我真的覺得 昨天晚上十點鐘 很多的航空迷都去看 這一台飛機 載飛機非常的可愛 很多爸爸帶小朋友去看 你知道嗎 它是目前為止全球空吧 為五架其中一架就落在我們桃園機場 為什麼要講說它這個大白金 它的取名 因為它的樣子打開嘴巴 就越很像一個大白金有沒有 好可愛喔 非常可愛 而且全球只有五架 那這次來它要幹嘛 是不是就是為了在 這個產能完全滿載 全球客戶供應不及的 就所謂的台積電的晶片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講說 在這裡面 大家當然很多種揣測 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為了要載運什麼樣的東西 到日本去 這個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目前為止台積沒有回應 不過 有一樣東西是真的是可以回應 是什麼 就是產能滿載 而且三奈米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現在三奈米是我們目前為止 最自能的運轉量產當中最重要 它已經一舉拉升到將近100 就是95%了 所以目前這個月產能 全面提升到大概有10萬片 那等於是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運送到 給回答囉 給蘋果囉 什麼樣子的客戶 這大家很多的期待 而且就這裡面目前的營收 大家也要思考 如果說2奈米是大家所期待的 因為2奈米三星 前一段時間說它已經可以了 那真的是有鬼了 但是如果是我們台積電 這就是一步一腳印的 目前為止 2奈米的部分 在我們台灣的寶山 現在在蓋廠的一個速度跟進程 現在大家留意 2020年就今年龍年的第四季 它開始要試產了 所以客戶開始可以來採用看看 而且如果順利的話 也就是明年的第二季 它開始全面的量產 目前為止 最高的是3奈米 這是大家覺得最精神 成長幅度最多 對 然後目前為止 含量比較多的 當然5奈米 然後再來是7奈米 但是最重要的 這裡面先進製成 大家最新關注的 當然是雄本場 而且倒數72小時 倒數72小時 倒數有什麼樣子的大咖 雖然目前為止 它大家都知道 它是比較成熟製成 對 雄本場是 這個成熟製成車用為主 而且但是未來它要推薦的 還包括先進製成 所以你看超級大咖 大家不用懷疑 當然張中某創辦人 劉德英董事長 這些大咖一定會到 這個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 日本派誰來 對 日本 岸田文雄大家早就知道 可是最重要 可愛的嘉賓 據說是日本最美麗的公主 真的 皇室的人氣王 現在是他 你知道 明君 這個美國出動了 是拜登總統 但是在日本 他是以最高規格 他是以皇室的成員出來 但是如果家子公主去的話 這媒體報導的篇幅會非常多 而且這是一個歷史經典 對 這是一個歷史經典 這個第一次 我們的日本的 我們台積電的海外廠 比美國開跑的慢 結果最後 最先跑到的是日本 而且未來結合著台日同盟 整體的半導體板塊的移動 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有人 都非常關注 不過現在大家想知道說 有了家子公主到 你知道嗎 明君 我據說 他不只日本政府力挺 居然在這個階段 我聽說在九州當地 所有能夠調動的啟動機什麼 通通都拿來做 這個台積電 要讓他順利運行用 但是我們還要關注一個重要的人物 還有一個人可能會去 誰 庫克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庫克本來說要去鴻海 五星人 昨天沒有等到他 是營運長來了 但是他可能會去 周末 台積電雄本的開幕式 你不知道元宵節 還有什麼超級神秘貴賓 對啊 真是驚喜 對啊 我們不能忘記 這個大梅人 當時我們的台積電 為什麼去日本熊本場 難道庫克不就是一個 最重要的梅人嗎 大家不要忘記 庫克當時其實就是 整體的這個生產線 他要從中國外移 他要到最近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日本了 那最重要是因為 他在這邊有CMOS場 也就是代表什麼 未來日本的二場 不就是開始要做先進製程 有沒有可能就是在 庫克的一生令下 也就是庫克到時候 參與了這個部分 不只熊本一場 熊本二場 接下來也就是接一連串 蘋果的訂單 這些部分都是大家最關注的 因為iPhone的感測 原件CMOS用的就是 Sony的零組件 然後他沒有Sony 就沒辦法做iPhone 那希望說讓Sony 可以拿到更多完整 跟持續的產能 就幫忙台積電 牽線到熊本設廠 那熊本現在 幾乎飄著濃濃的台灣味 明君你知道嗎 我很難想像 以前都是日本在影響台灣 頭一次我們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原來日本也會被台灣人所感染 你可以看到一整個小鎮 大家知道熊本 其實它是一個農業小鎮 我有去過 其實觀光客廟有很多 對 而且它裡面是農業大縣 居然是日本前五大農業大縣 做生產一些高麗菜 胡蘿蔔等等 現在不是 現在生產晶片 而且在這裡面 立刻就讓這個 小小的四萬人多的小鎮 完全改變 你從十億住行 全部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 它以前的車站 幾乎像個無人車站 農人車站 現在好像個東京 你現在看一大堆的公車站 全部通通通 你可以看到嗎 這是它TBS直接拍出來 未來在這個地方 日本的半導體復興 就要從這些車站 這些人潮 你就可以觀察出來 還有在那個地方 濃濃的台灣味 台灣味是什麼咧 那當然有包括我們的鳳梨酥 還有包括我們的黑松沙士 都去日本的市場 對 還有八寶洲 開賣了 它要迎接一大堆的 台灣優秀的工程師去哪裡 而且在地它會生根 你看我們那八寶洲都有 這個我覺得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貼心 對 香薑牛奶 黑松沙士 對啊 去了那個熊本 還以為跌台灣 那當然除了這個地方 我們也影響他們的 居然是薪資 各位觀眾評語 你不要以為日本人一定 他比你高興 NO 在這個熊本的這個地方 其實他獲得的薪水 以當地 其實它是偏低 原本是898日元 折合台幣大概就是188塊 好像這個跟台灣差不多 現在它本來都比較低 你知道 現在 如果是在台積電 你做夜班的清潔員 我跟你講 10星你會看的 哇 你看幾乎變成 幾乎要跳翻倍 Double 對啊 幾乎兩倍以上 377 而且你即便是日間班 其實都不錯 至少也有272到346元 所以你就知道 他從食衣住行 從當地的工資 整體的人力素質 完全通通都改變 那我們從台電的股價 來做觀察 這個開紅盤跳高 來到709之後 缺口沒有補 手在缺口附近 那他現在怎麼樣來做切入 他未來高點該怎麼抓呢 股價跟他的本益比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都只有在20 頂多不超過20 如果你可以看到 外國幫他估算的 其實有的人 甚至估算到更高 但這次主要是 這個大摩的758元 但是你可以看到 長期他都是被低估 而且他多半都是在 涼的冷的20倍左右 所以目前如果我們這樣估 你看是不是當時20倍 如果以這個34.5左右 估大概690 所以這次果然一次過 但是未來 未來的情況怎麼樣 因為今年估了算40 對 因為外資為什麼 要估這個數字 你知道嗎 其實大概就是估 他大概是38塊的這個EPS 乘以20 那現在你看 現在大概就是34到35左右 現在預估大概在今年 有機會來到38 所以你可以看到 接下來原本可能更高 甚至也超過758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用20的本益比 來算就好了 就是760 你可以看 他現在這段時間 又盤了一個這個時間之後 開始有一個跳空缺口 所以我只能說 很多人擔心 再連下來的這個黑K 擔心過不去 我跟你講 依照今年目前 我就是產能滿載 跟他未來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700塊 其實以下 反而都是你可以值得買的一個點 好 長線投資 我姐認為700元以下 台積電都可以來分批布局 但是禮拜六 這個敲鑼打鼓的開幕式之後 未來一場落成了 二場 三場還在等著排隊 設備股一定是最happy的 很多的設備股在1月份營收 已經創下了年增 非常不錯的成績 但是有人漲到天上去了 威姐講一講 如果漲到天上去的股票 一定要需要更多的題材 去推動它 有沒有什麼樣的個股 其實未來爆發 你認為還是可以期待 我叫明君一直覺得說 他已經創新高了 像是中山 而且誰不知道 他從50幾塊 慢慢突突到現在 可是我跟你講 他憑什麼創新高 因為他主要的客戶 台積電 而且佔有他7成 在三奈米裡面 鑽石碟7成為最大 就是這個中山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 往上再推的 今天的創新高 我覺得接下來 還會有再創新高 只是我們不要在這時候追 那人家創新高 你在這時候成本高 進去追不是阿呆 那所以我們先了解 他的故事跟題材 所以在這裡面你要知道 他怎麼演變 他已經60年了 這家公司 在國內 你知道他的出發點 他原本是在做什麼的 其實是在 鷹歌陶瓷器做瓦窯的 他的公司在鷹歌 對 他其實專門在做磨光磨泡 他一輩子整家公司 都在磨圓的東西 所以怎麼磨到台積電去 為什麼去做他鑽石碟 因為你知道他當時 他就在轉型 他其實曾經有女婿代班過 但是真正的關鍵是2019年 2019年他決定放棄他之前 全部做瓦窯的東西 然後做沙輪的東西 不 他開始接觸了半導體 你知道他後來 他的營收獲利 幾乎在短短的時候 2019年到後來 成長了1000倍 所以這家公司 你就知道說台積電 改變了中煞的 這個整體的生命週期 那他從傳統的研磨顏料 原本是在磨石材的 這個地方 但後來他開始做鑽石碟 而且他最主要是做 拋光磨 拋光電 中間電的東西 所以最後 你知道他目前為止 最主要的主力 居然也已經是再生晶圓 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有些時候 測試的時候 能夠減低成本 很多時候 他現在變成全球第三檔 而且目前為止佔48% 鑽石碟佔了七成的部分 也有27%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家公司 它是有底氣的 未來 好 最重要的我們要看一下 如果你在近期之內 它已經不斷創新高 我個人認為 你如果回到十日線 回十日線 我覺得十日線 但是當然 跌到季線的時候 你當然就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已經過度創高 但是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回到季線跟十日線 特別是回到十日線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準備了 十日線先做觀察 但如果到季線 反而更好 反而我們就要 但是我們還是要留意 我們還是要留意 因為有些時候短期之內 套勞也不必要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都跟著台積電的 跳空缺口 它的量 這都是紮紮實實在的 所以我只能說 回到十日線 也許你可以開始操作 但是如果跌破季線以下 我倒覺得是不是短期之內 它已經過度的噴高 季線以下小心 對 我覺得季線以下 反而你要小心 但如果守住季線 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的 就在這中間就有基因操作 它的多空趨勢線 也就是它自己本身 這檔個股 它的股價跟大盤相減的 這個幅度 你可以看到 它的多空趨勢線 是不是已經穿越 它的主力賣動線 清晰娃娃真相不漏網